她嚇到我 你為什麼拿冰的 我來那就好 蛤 為什麼 她說 這樣我的手會冰 她說我幫你買手套 我說沒關係 所以就真的沒關係 因為台灣男生從小被教育的就是 女生說沒關係 就是有關係 台灣的夏天 真的很熱 好啦 今天呢 我們想要討論的是 其實在日本的女生裡面 台灣的男生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為什麼呢 今天我想要跟小百合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好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你在台灣有認識了男生朋友嗎 有有 那你覺得台灣的男生怎麼樣 台灣男生怎麼樣 就是跟日本男生真的很不一樣 超級不一樣 真的 是不是台灣的男生真的比較 太貼心 喔貼心 恩 因為日本以前真的比較有大男人的 恩恩恩 比較有霸氣的那種 對霸氣的感覺 那你喜歡台灣的男生嗎 我嗎 喜歡 我有在一起過 為什麼結巴 什麼 害羞吧 為什麼結巴 害羞啊 然後 跟台灣男生在一起之後 現在認識日本男生 也很難 覺得想在一起 真的嗎 對 真的假的 因為都知道了台灣男生這樣子 所以就 恩 原來是這樣 欸你呢 我 可以 可以問 我在台灣這麼久的時間了 當然很喜歡台灣的男生 我覺得台灣男生很體貼很細心 當然日本的男生也很好 嗯 但是 台灣的男生 都會幫你加菜呀 啊 或者是 很多小細節會 不太一樣 可能在日本 女生會幫男生加菜 恩 才有那種 好女人的感覺 但是在台灣 就是男生會很主動幫你加菜 就覺得 蛤 好貼心喔 就會 有有有有 會有那種感動的感覺 啊 還有我想到那個 台灣男生跟日本男生不一樣的是 台灣男生是 女生要去哪裡啊 都會陪我 啊 對 男生很 就去那個梅架啊 或是就接睫毛 很多那個男生 欸要不要陪你一起去 然後等我做完 然後一起再去吃飯之類 雖然台灣的男生真的很貼心 很願意陪女朋友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 比較覺得 尷尬 當我去逛內衣的店的時候 有一些情侶 會一直進來 然後男生就陪女朋友 就是 挑選內衣褲的時候 嗯 我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你也在挑 對 會覺得 我是不是會被他知道 我喜歡的內衣框是 是什麼樣子 是這樣子 是因為你知道 不會這樣耶 我就想說 他到底是不是在偷偷看我在挑什麼內衣 我都會想太多 對 但是那個男生也有一點尷尬 所以他可能坐在這邊邊的椅子 這樣子玩手機 所以台灣男生真的很貼心 陪女朋友陪到底 那小白人家的男朋友 台灣男朋友 有什麼做最貼心的事 讓你們很感動的 很感動 或就是 嚇到的是 我跟他一起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 一人拿一個飲料 會冰的 他們看到我拿冰的 他嚇到我 你為什麼拿冰的 我來那就好 為什麼 他說 這樣我的手會冰 他說我幫你買手套 就是 我從來沒有被日本男生這樣說過 還有什麼事情 你覺得台灣的男生 讓你覺得很貼心的事情 我覺得很貼心 對 我有那個 有時候 去約會的時候 在那邊 我會那個放東西 比如說帽子 或是 那個什麼化妝品 都放在那邊 回家之後 才發現 我忘記 那時候 有這種 同樣的情況 在日本的時候 也有發生過 然後在台灣的 也有發生過 然後在日本的話 那時候的 日本男朋友 說 我跟他說 我那天好像我忘記 那個帽子 在那個過路中心 然後他的反應是 真的嗎 沒有 有空你可以去哪 嗯 這樣就直接是 就是這樣 就是帶過這個 台灣不可能 對 台灣人的話 欸 在哪裡 我幫你去問問看 你記得你在哪裡嗎 好 我幫你去問問問 然後他說 欸 我剛才去打電話問了一下 然後結果是有 所以我去哪一下 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去找你 再給你這樣子 哇 但是這個是台灣人的一個熱情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會就是真的會這麼做 所以就是我會覺得 為什麼日本女生 會喜歡台灣的男生 就是因為台灣人的這個熱情 就是很容易 讓日本人覺得很感動 台灣人就超級熱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 女生也是都是這樣 那被關心 就你們是日本女生 被台灣男生關心 你會不會感受到負擔 啊有 有時候有 我剛從日本回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行李箱 他是來接我的機場 到我那時候是 我住在跟台灣朋友一起住 然後那天我的朋友是 男朋友也在家裡 然後他送到我的朋友家前面就好 可是他很想要拿我的行李箱到 那個住在仓樓的那個我的朋友家 我是覺得 我們還沒在一起 所以我不想被我的朋友發現 嗯 而且這樣子的話 住裡太近 可是三樓還好 而且這個行李箱也沒有很重 所以我就說可以可以 這沒關係 可是他一直說 然後一直拿著 然後都不動 但是因為沒有電梯嗎 沒有電梯 但是他真的是好心 是嗎? 可是我說真的沒關係 三樓真的沒關係 我說沒關係 所以就真的沒關係 因為台灣男生從小被教育的就是 女生說沒關係 就是有關係 欸 真的嗎?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 因為你就是看起來就是很 小小隻 然後讓你拿 讓你拿那種心理箱 很多人會很捨不得 這是表情的問題 沒關係沒關係 笑笑他就會說 那我幫你 那我幫你 不要 但是這個很難耶 在日本就是要拒絕的時候 很多日常還是 就是不可能說 我不要 就是不能 就是尷尬的笑 就是 對 苦笑 對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那個苦笑可能 有沒有讀到很重要 那他還是有帶 把你拿上去嗎? 對 他幫我拿上去 因為他真的不聽 然後他一直一直拿好 然後不給我 我的行李箱 他投走了我的行李箱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台灣男生很貼心的是 假設 不會讓 等一下 不會讓女生站著 就是如果有位置的話 台灣男生都會說 喔你坐著吧 他就會站著 嗯 或者是 好如果我們要坐一個公車 他會讓女生坐靠窗的位置 就是讓女生坐裡面 喔他是這樣子 這是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可能我想太多 但是我的感覺是 因為如果我坐在外面的位置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情 我就會 第一個會被攻擊 但是男 我坐在裡面 男生在外面 萬一有什麼 他可以 嗯 把保護你 或者是把東西放在上面 他就第一個站起來 可以幫你拿 喔 すごい 對 日本 男生不會嗎 沒有那麼在意吧 喔 對 台灣男生就是比較犯賤 就是夾著爆米花 還要拿著兩杯飲料 對 欸 台灣男生真的會 很辛苦耶 很寶貝女生 喔 真的台灣男生辛苦了 哈哈 台灣男生加油 沒有 很大的市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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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日本吧 那今天呢 我們聊了很多 就是日本女生 對台灣的男生的一些 呃 呃 就是談戀愛呀 或者是對男生的一些 感受的想法 那今天呢 看到這個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按讚 然後點閱 然後記得要分享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日本的訊息的話呢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那下次再見 掰掰